开工胜利 来宾一同用产 屏东县车城卫生所正式动土 未来将肩负地方医疗的重任 尤其近年受到新冠疫情 超高龄化社会的影响 更加凸显公卫体系的重要 期许完工后能提供在地民众 更好的医疗及照护空间 我想屏东县基于整个群体医疗 卫生所的全面改修建 这个部分从屏东市卫生所 外面卫生所的改建完成 目前正在积极 今天先动工的车城卫生所 接续还有竹田内埔 包括这个新元 都在发包失色当中 那未来希望这卫生所的功能 尤其这一次新冠疫情 让我们看到卫生所的公卫体系 更是重要 肩负的很多地方 没有诊所医疗运所的地方 这些公卫体系 弥补这个不足以外 同时也做很多的疾病防治 未来的车城卫生所 将肩负其地方公共卫生 传染病 卫教生存 与医疗照护等重要任务 打造综合性的小型医院 不但有营法俱乐部 长招中心 并具备延缓失能及老化的 服务项目击功能 这个卫生所会变成一个综合性的 像一个小型医院 同时也具备的 这个延缓失能 延缓老化的功能 不但有营法俱乐部 长照中心 这个心卫中心 心理卫生中心 作为我们社会安全网络 很重要的一款 外让健康服务部中断 重建期间 卫生所暂时搬迁 至附近福安宫九祥课大楼 继续为民众健康把关 未来除了会打造高龄 友善服务空间 提升医疗保健门诊 友善就医环境外 更会持续争取经费 努力达成 偏向健康医疗 品权目标 记者不听张志豪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